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evel new 这只股呢,已经在底部盘整了几天 然后就弹上去 在底部的时候可以见到一件事情 他在昨天收盘价是0.675 指色仙,0.66 他股价已经是涨上去这个指色仙了 记得,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蓝色仙 0.675 他跟昨天的收盘价0.675是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这一边这个 呃 底部筹码风呢 已经是 相对的比之前是大了很多 看到吗 即是第三个条件 不好的地方呢 当然就是他的这个回色仙 开始在上面 这个套老板它是很多 如果 如果他有机会突破 这一个白色仙 这条线我画的 这条线就是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 大概是0.70左右 如果他有机会突破上去 他就会涨上去这个筹码主流线的蓝线 指色仙 指色仙 站上去这个筹码风的支撑盘 这些全部都是他的支撑盘 他就有机会往上通 去挑战他的这个前高主力 hide的这个主力 那时候突破这条百这线 0.705 0.07左右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小量的 进场 看看下 有没有咖啡钱 要记得 这个套牢盘呢 是非常大的 他短期里面 肯定是不可以 突破的一个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说是小量呢 就是说他 肯定是会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是又形成一个第二只脚 higher low 那个时候 在进场再加仓 是可以的 不要all in 不要放它进去 0.70 可能再加一个仓 可能会在0.70上面 加第二仓 因为他回调嘛 第二只脚嘛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觉得呢 他也是蛮有潜能的 突破0.70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满路点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我只是向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图表是如何去解读罢了 谢谢大家